也拿了3000多块的港币奖金 再次恭喜他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蓝桌 这边的积分牌排行表 这里二文六 现在是这桌的积分牌领先者 是有490个前逐 接下来是Jason Koo197个 然后王佐110个 到期了吗?差不多 没过这个 一下子想到没有我整 看着这桌上还有Paul Fart 还有Waiken Young 大家都会觉得短牌的action会比较刺激吗 短牌这边就是一般翻牌后 我们看见每个玩家手上的牌都会有跟翻牌的面会有关系 那这边我们看见是由五位玩家进入了翻牌后 在这边我们看见Koon是枪口加一位的玩家 那这个面发出来是圈六六 在这个面上呢 战时Koon他是 还是领先的 在这边的牌桌上都睡着了 这有可能因为他这几天沉默的 成绩非常好 看见他有一个比赛是拿了第二名 然后呢 昨天晚上的那个比赛是拿了第三名 所以非常不错的成绩是此 那这边我们看见 大家翻牌 转牌 合牌 都几乎没有任何人打 现在呢 我们现在应该这个合牌 会过牌到底 那这里大家 比大小了 看见这边 是三位玩家 分底池 大家都是中了一个吧 这个团队是好吗 It'd crush you if there are two DeepStacks at the table, they're losing so much money. 这边这个短牌的赛事 是到第十二个级别还可以买入的 他们在这桌上讨论以后 就是应该是改成十个级别可以买入 还是十二个 那这边我们看见有四位玩家 跟住了这个翻牌后 是A圈圈的面在这边 Kun他是翻牌前用AK做了埋伏 但是呢在大家都过牌的情况下 现在是四位玩家的抵制 那他这里是中了AA圈圈K的踢脚 然后呢Pofua这里是拿到了三条圈 Kun这里过牌 跟住了一下 那在这个转牌给Pofua带来了葫芦的牌 那大家不要忘记 这短牌的里面需要提醒大家是 这铜花是比葫芦大的 因为这是短牌 我们抽走了A2到5的一些普克牌 所以现在只剩36张的组合里面 铜花是比较难买到的 所以铜花比葫芦大 那在这个转牌 这个合牌出来的情况下 这里Pofua是 现在牌力最强的玩家 那在这个游戏里面 跟长牌不同的地方是 我们会看见 三牌前 几乎不管牌力 每个玩家都会跟住 除非他们的位置在比较后面 但是在前面为止的玩家们 一般拿AK A圈 AAKK这种牌 一般都会跟住进来 那这样跟住进来 希望后面的玩家 有家族或者退O-in 太多10 太多10了 太多10了 Oh my god I had a bunch of outs 相信它 Oh 包丁 I had ace king of hearts 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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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 are hard I think it's fine I think only like a few people can actually manage to reach level 12 Yeah And they I mean if they play early and they fire so many bullets I think they deserve it You know Sure And it Give people incentive to play early levels Not like just buying one words and the M You know Yeah You punch people like that 那这边 看见Paul Fuad 拿K6同花的牌 在枪口加1的位置 跟住 Y King 勾石 那在这短牌里面 我们也知道 勾石是非常强的 在翻牌后 是很有发挥能力的 在这边 往左拿勾九的牌 也跟住了进来 然后呢 现在Action 是到KUN 我们庄家卫的玩家 他在这里选择 加注到 一万三千的几分牌 一万三千的几分牌 这边看见Better Sikowski 枪口加2的位置 跟住了两千 K9 然后呢 往左 Hajack way 那A6同花的牌 也选择了跟住 那这里 KUN 是Cutoff way A9的牌 也选择跟住 然后呢 这边 庄家卫的 Ivan Lio 十九同花 选择了过牌 然后这里翻牌 圈八六的棉 在这边 我们看见 Ivan Lio 他是任何七 或者勾 是可以买到顺的 那经过 三位玩家的过牌 这里 Ivan下注了八千几分牌 那我们看见 三位玩家 并没有可以 抵抗的牌力 KUN 他选择 用A9 在这边 做了个跟住 这边 这边 KUN 任何五出来 哦 任何七出来 他这边是可以 顺利买到的顺子 那他在这个转牌 这里选择 零打了两万两千的几分牌 不幸的是 这边Ivan Lio 转牌 写击给他了 八道圈的顺 八道圈的顺 那这边 Ivan Lio 选择加注到八万的几分牌 像 那些游戏 那些游戏 如果他们选择 选择 五个游戏 他们必须选择 带派 如果他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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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所以你不选择 在这边 就是 五个游戏 我移到英国 所以没有需要赔费 这样成功 然后拿下底刺 然后他要够赔费 现在他没有要够赔费 所以没有要够赔费 为什么要够赔费 他在买 很疲惊 不能够赔费 最迂ás 是 只有六个游戏 还会吗 哎 有参加 między游戏 一人 参加 是 鱿 数 他有打短牌嗎? 有打過嗎? 有打過嗎? 有短時間 贏了錢 沒有興趣嗎? 沒有,贏了錢就沒得打了嗎? 這個沒有打過 那這邊 我已經用 槍口味 那狗狗的牌 選擇七牌 這邊拜登Sakowski A8 同花 跟住進來 這裡往左 K8 跟住 KUN A7 同花了 跟住進來 Pofua 拳流過牌 我們這是四位玩家 進入翻牌後 這裡往左 看著 深契 南 那这里Badisikalski顶队过牌 然后呢看见王佐在这里用中队下住了7000 然后呢Kun这边是拿到了A7两队 也只选择了跟住 Badisikalski也选择了跟住 可以看到这里Kun在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 只用了高低两队前的跟住 这是由于在短牌中高低两队的牌力 也并不是像在长牌中的两队那么强大 还是在更多时候会选择控持比较好 那这边转牌是个9 现在是两位玩家过牌给Kun 可以看到合牌来到了一张K 那么这样子我们的王佐是击中了三条K 可以 走着呗 真的沒走過 那一位三位玩家都在轉排 都過排的情況下 這裡往左選擇用他的三條 載合牌下注21000的幾分牌 那他後面只有一位玩家KUN 他怕如果他這裡如果是過排的話 後面玩家也會做一個check 這裡帶給KUN的局面是 他的翻牌的A7靠底兩隊 已經被合牌的一張K 給淹沒了一個對子 現在他是一隊A一隊K加9的踢腳 面對前這位王座的一個價值範圍 他的這手牌是不領先的 這裡選擇了明智的棋牌 他還會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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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飛雪2013 手裡的一隊A 也只能去抓機 他還會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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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牌子怎麼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有些人打牌子很亂 打的那些人很亂 好像我們現在打牌子 怎麼黏在一起 不是 今天打牌子明天打短 我們路很辛苦 沒什麼習慣 你打牌子明天長牌兩天沒什麼 就走 可以明顯看到他的臉上 有一些困惑 又怕那些長牌的樣子 最後牌對手合牌的下主 給他帶來了非常大的困擾 我覺得啦 都沒所謂的 現在都沒有幾個進來的 現在 你先走短的 他們沒有把握不會進來的 有把握這些問題會來 沒有幾個 我們在外面那些人 那些 semi VIP 留下的 你一定是要安排到好好的自己的東西 你慢一點 那些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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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難受的欺負了他那一把 你現在沒什麼敢下來了 因為對手範圍裡 他的底端範圍也是一張Ace 對手範圍裡 他的底端範圍也是一張Ace 那些牌子也是一張 Ace Ace We're going to check it on TV 那 在這裡也有一點都知道 這也有什麼 怎麼打 前排就不用打 他也說 我們可以在之後 在我們的轉播中看到 到底剛剛他是用什麼牌來下主 看完之後他應該會比較滿地自己的氣牌 為他少損失了兩萬一千的積分牌 I think he got us a Jack of Diamonds 10 我還是要太多 有王露 Queen of Diamonds Jax Queen of Diamonds 10 I'm just not diamonds and fucking bananas 王露千後覺得打得不錯 I don't know Full了很多Hands給你 Full了很多Hands給你 Full了很Solid的Full 這手牌我們的衛生人衣三在槍口位是用一對七 令不禁止 然後這裡是四位玩家進入翻牌後 那現在暫時這個翻牌對Wai King Young的手牌最有力 然後轉牌馬上出來了他要的銅花 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可以看到 其他玩家都並沒有擊中任何一手非常不錯的牌力 Jason When too many people start doing this thing It's not helping anymore Taking the paper off the battle 沒有任何一手牌有幾種一張K或者是一對八 他非常強的銅花在這裡是直接拿下了一個底齒 並沒有遭到任何的反抗 他還略顯地失落 因為在這樣一個多人抵制中 面對轉牌的一個小柱 沒有任何人擊中了可以支付的牌型 我們馬上就要找茅 這隻王座在先知偉選擇加住了AK紅色 那一根肉現在是擁有五十一萬八千的基本牌非常非常健康 Yeah he doesn't really play No Limit anymore He likes PLO, if you had a PLO event he would play that Yeah The best cost key is 拿到了97銅色 在裝位 也選擇更主 I can play Yeah for sure, we'll play He thinks he's good, but he's terrible We can make a short deck PLO 直接在翻牌我们的王佐就击中了三条K It's crazy, it's not gonna get a game 基本上是可以确定他的手牌是大的 他选择下注9000 一个标准的1%的注码 My brain can't take it You don't? Lebera? I do, yeah I play, but not a lot 在这样的干燥面 我们的Evan Law選擇用他的A-high 大踢脚 来选择防守 同时他还有位置优势 All the triton will be in at least two weeks -2 l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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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王座继续选择下注21,000 三分赚的底持,那么这里的A沟其实光凭一个Ahead牌力,比赚的难跟注 对手这里固然有很多的炸弧的范围,但是面对他的三条K的话,对手在前之位已经连续下注了两条键 在明面上代表的一个牌力,或者说演的一个牌力就是三条K 那他选择继续跟注两万一千 在合牌是击中了一张A,那么他的A沟是有了更强的摊牌价值 但是我的王座现在已经击中了葫芦,三条K带一对A 主角员是只有iterA,没有上次的 对手之后我们的A,不许的话这也有更强的 就是吧,有此以后就是我们的敬遍 好,这个al abundance 对手是有了 看起来的等于阿富是不 spite的 不 deplorable 对手要不错的不错 对手要不错的不错 但是面對對手的check 他之前兩台接的跟注是 不一定對對手的範圍有一個優勢 他現在會考慮的是對方是用什麼牌 如果對手現在的check代表對手有很強的攤牌價值 那麼他的一對A是不大於對手的手牌範圍 那麼他現在在考慮的是他自己跟注兩條街代表的範圍 那麼如果對手這裡是有三條gay而沒有踢腳擊中的話 會不會去蓋給他的all link 他現在已經在考慮他的A是不是已經不大了 因為如果他是想要跟對方比大小 他覺得他大的話 他這裡可以直接選擇過牌 因為對手比他小的牌是很難支付他的合牌的價值下注的 他選擇過牌 非常明智 在這邊IvanLeo逃過了一截 他自己也覺得自己打得很好 臉上露出了笑容 我看到他的合牌的話 他已經考慮到對手是比他強 所以他考慮他的即使合牌來到了一張A 但面對對手bet bet的合牌check的範圍 他反而是落後於對手這條line的範圍 那之前是選擇用比較弱的A-high去抓 一方面是為了有卡順的後門概念 同時也是由於對手的兩條接下注 是有可能是有一定的miss 那麼在合牌對手反而check過來的話 那張A不一定是讓他的牌力 對對手的範圍有一個明顯強的提升 我們看一下現在IvanLeo 是我們這座暫時基本牌領先者 有244個潛注 然後這邊往左是排名第二 可以看到我們的職業牌手在合牌是否選擇炸虎的時候 是需要一個非常非常多的多重思考 去考慮對手是否對於你的什麼樣的尺度的下注 有多少的棋牌率 那在這邊Waikin Young選擇翻牌前拿19的牌做了一個all-in 那這也是阿童之前有說過 就是勾十十九 酒吧都是在翻牌後可以 集中很多的麵的一些組合 我們在拿到兩個冠軍之後 換上了一頂白帽子 非常的亮眼 好的IvanLeo在UT級位置用A圈來選擇 來選擇Mifle 那這裡Paul Fuat 手持的一對 狗選擇all-in 八萬的積分牌 哇 這邊Hijack Quake 我們看見Better Sikowski 拿到了AK 也選擇了all-in 那這裡大家都手持不錯的牌 這邊Kun他選擇Fold掉了A10 然後現在Action回到IvanLeo 在兩位玩家都all-in的情況下 他選擇用A圈同化Call 現在我們是三位玩家 可以看看圈和K的踢腳是否能集中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已經 場上除了A圈和AK之外還有一份A10 對 應該沒有暴露的牌中只剩下一張S 那麼翻牌是很難擊中S了 是 現在Paul Fuat要躲過的是Chen跟K Mila I love you Kick pop this Very easy 那這個面不錯 這些都是小牌 669的面 對Paul Fuat非常好 我看來是小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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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6個 恭喜你們 你們能夠改變局面 你看看我們的頭髮能不能撐過最後一條街 我們看看哪一條街 我們看看哪一條街 順利的 幾分牌翻倍了 翻了三倍 對,他這裡是翻了三倍 所以看見他從8萬達到了24萬 同時我們的Migita Fesh2013也是被淘汰出局 那他是還有機會參賽的 這買錄的時候是分三發子彈用的 那你們看見前面的黑色的小卡片 那就是他們的子彈卡 好看 看來是白色的 你很近 你會被淘汰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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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被淘汰 3 3 3 4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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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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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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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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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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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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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2 他们就是破发一般各处去打比赛 都是自己的私人飞机飞过去的 这里面对前几位两名玩家的跟注 这次口是直接用他的AK杂色去选择Olin 那么显然是不会得到任何的跟注 收下了底识 最好,他们现在开始打赏几秒 他们现在开始打赏几秒 这会是最好的 但他们都都是人家,他们都会打赏几秒 他们都是人家打赏几秒 他们能让我们去打赏几秒 我来说你给他们比赛的更加大 不可以打赏几秒 你能够给他们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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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他们都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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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如果也就在亚洲他们会方便一点用私人飞机出行 那这里枪口外加尔 Koen跟了圈士 然后呢这边K8童话九七杂花 然后呢Action到了Yaking Young在庄家围 然后呢现在是领先玩家 那阿文六在这边下注了六千几分牌 用的是K8 然后只有Koen一名玩家跟着 好 好 那么多了 所以这个粥比较适合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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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丢掉了几个小时之后 又开始接连手持 我演的 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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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高性看 steie 楊可慰的王佐 拿到了一手K圈杂色 现在在这里直接加注到16000 可以看到王佐的系统里 他打短牌喜欢在前支位直接加注 对 跟别的玩家打在不一样的地方 对 很多玩家喜欢在前之位 就是Limp所有的牌 不管是多大 这是为了去保护自己的Limp范围 而汪泽喜欢即使在前之位 也喜欢打得比较简单明亮 我们的Fish2013在装位选择用K9杂色来防守 那这里翻牌后 现在这里往左他是拿了顶对圈 那作为翻牌前 家住的玩家这里他选择继续下注 七万五千的几分牌 双脸的拿下地池 好 我想看你的手 好手 你还有一个好手 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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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两位玩家几乎是处于一个乌乌开 短牌就是要利用自己高权益的牌去不停的对撞 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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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我的石钩在这个翻牌前 依然没有落后AK 9 还是有49%的盈利 那这个转牌给他奥兹带了非常少 现在只剩4张9了 老外会说哎呀还有头几 他们说这些中文的时候会显得语气非常的可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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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difference S King 对 我看到 应该是他的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他最后一次 他最后一次 他指한 崇拜崇拜 他说 对 last hand you hit the button LT FC I wish I was there or there or there 他说面对诚实玩家,即使是60个前柱,他也会盖掉他的A圈 这里又是一手石钩和AK的对撞,我们的王佐又是拿到了AK 面对前这位FISH的石钩的All-in 这里AK跟住了 98的牌也打到了All-in,我们这个短牌有好多的action,几乎每一手都有玩家们打All-in 因为98的确是98、98、90石钩的三手牌,面对AK是非常非常的好 特别是在游戏这样三人抵持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三位玩家是分别差不多有30%的盈率 石钩和AK是超过30%,98是有29% 就赔绿而言,98也是已经足够 那这里发出来是A圈钩的面 在这边呢,战士王佐,AK是领先的,他是不是可以200AK都hold住呢? 那这边我们看见现在KUN多了几个奥子 任何7在这边是可以给他顺 然后呢,Makita需要看见的是K跟Go 还有9招 他并没有发出来 这边看见王佐又再次AK顶住了 而且是收下了两家底子 拍什么小牌的嘛 对啊 那这一般就是比较难见 就是AK在那么多次数 就是次数对上Ghost跟98都可以下底子 对,不过还是赢得蛮艰难的 对 比较惊醒 比较惊醒 对,每一次发牌都让对手其实机会不小 那这里看见Makita by Zekalski出局 那他还是可以选择再次买路的 这边Jason Kuhn也出局了 可以看到他身上穿的传奇扑克的脸帽衫 非常的好看 充满了亚洲文化色彩的一套服饰 对,我们很少看见长牌这种情况下 有好多玩家在翻牌前都All-in 这短牌是更多的Action 而且在长牌中也很难直接一手牌清掉两个国外的顶尖玩家 短牌波动的碰撞 很难受哦 AK打两个 很难受 不过现在这种前面阶段还好 如果说后面的时候就很难受 很难受 八九十够了 那我看见这马来西亚的几位玩家都是广东话 厉害 国语也会说,英文也会说 对,说了也可以再买 对 说了也可以再买 敲口味 Waikin一样 杨公子在这边跟着四千的几分牌 所以说在跑全世界各地打比赛 语言也是蛮重要的 你会说的语言越多 跟各位牌手以及一些赛事方交流起来更加方便 也会为你得到更多的朋友 那这边我们看见 Waikin Young中了三条十 在这里他继续下注了七千的几分牌 然后Ivan Liu在这边是抵对 这里没有人会抽玩一个玩家抵抗他的下注 昨天晚上他们有拜一次快速赛 那这个快速赛里面也是 Jason Cruz拿到了冠军 然后呢Paul Foy 他是得了第三名 然后来自加拿大的Steven Chadwick 是拿了第二名 据说是由于他们单挑的时候 王族级别还非常浅 所以他们是在单挑时候协议 每打一手牌就涨一次吗 这边我们看见Iman Liu 加住一万七的积分牌 然后被Yaking Young打欧赢 然后呢Iman Liu选择跟住 我们再一次看见 玩家们进入翻牌后 然后呢是翻牌前 已经打了all in了 这边我们看一下翻牌后 这里是A99 在这边Yaking他已经中了两队 这边的职业讲call比较好 不是你打他all in啊 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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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wing对 30万就加到22了 他后面还有90万 因为他有投机的机会嘛 squeeze 因为中间还有四万块的嘛 他马上endit timo是什么 timo讲他比较喜欢推 因为jason有投机的 jason也是啊 jason讲他也比较喜欢推 不过那个澳洲那个打第四 说把德伯刚刚他讲 他们算过是根比较好 可以看到 我觉得就是你就判断那个人 有没有机会投机嘛 对 不过你推回去应该也没有什么 棋牌率了吧 120打进去30还有90啊 还有90嘛 可以看到他们在讨论之前的比赛的某一手手牌 不过应该推也可以 对 可以看到他们 这些高额玩家都会倾向于去互相之间的询问 然后靠软件一些算术 点音乐 多讨论讨论就能知道那一手牌 哪一手方式处理是更加科学 更加正一v的 闭门造车永远是没有出入的 强者都是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大 下来,不得两把,我小盲那个大盲 60万,15个BP,他有15个 那我300多输了120,又剩下200多了 杰森也200多了,杰森120变240多 那都6120,407同花,我这边讲 到底推不推的这把牌 四下,同花 这边Paul Foy听起来也会研究Snapshot 他会说Snapshot7-4同花的牌 是不是可以推呢 看见这些你们说称老板的都会研究Snapshot 我这倒是没有想到 他们打都会去学 因为不管是什么身份 有钱的老板还是职业的靠打牌纹身的牌手 那么对这个扑克好像有热情 自然而然在你打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学习的欲望 他们所提到的Snapshot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帮你掌握翻前一些加注范围的一个软件 那这5G牌我们看见在翻牌 这里Ivan6他是中两队的 但是在这个转牌上面 看见往左的一对6超越了Ivan 那这边是隐藏的比较好的呼噜 这里我们也推荐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玩家 都去可以了解一下这些软件 他的广告词就是永远不要再做一个差的all-in 那这里我们看见经过庄家位的下注12000 Cutoff位往左加注到52000 他选择跟住 可以看到他这里是使用他的顶队去防守 绝对防守对手的一些可能存在的炸火频率 王总这里是已经拿到了3条6 带两张9是一个底葫芦 那这边王总了解一下对方后面还有多少几分牌 这一般会让王总决定下注多少的几分牌 这里是谁是第二首买路呢 我们看一下这坐下的玩家是Tutella Timofei 他穿了一身橘色的衣服 你约9 显得非常的年轻有活力 王总决定下注 王总这里考虑的是做一个多大的价值下注 可以索取到最多的value 他会不会在这里直接考虑做一个打对方的后手all-in 打对方一个不相信 打对方一半 11万6千的几分牌 我们交给我们的11万6的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我们交给我们的11万6的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他知道面对对手的价值下注范围 他的k勾踢角是很小 只能赢一些抓机 只能赢一些托机 那么这个下注 在他tun上考虑跟住对手的race的情况下 这里他要考虑的就是对手到底有没有牌 因为我们知道王总是一个很活跃的玩家 他是具有非常强的操作性 那这里的确是有大量的炸虎组合 他选择放弃 我超级深的 GTO锁了吗 再次看见Ivan做了一个goof 他弃牌了对吧 在合牌上 对 我觉得这几次看Ivan6打牌 他打得越来越好了 比去年的传奇扑克又更进一步 那这是传奇扑克给大家带来的短牌赛事 100万买入港币 无限买入 然后呢 这边 这桌上现在是五位玩家 有来自中国上海的王佐 有Tru Teller Ivan6 Paul Fua 跟Wa King Young 这场传奇扑克的10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赛事 应该也是本场系列赛的最后一场 也是增加了一场 对 给观众朋友们带来的 本来呢 我们是明天就可以离开记者岛 后来呢 又延迟了一天 然后给大家带来多一天的直播 可以看到他这里用一个敌对 去选择领先下注7000 然后遭到了Ivan的中队的防守 那么转排的直央圈 是加强了Ivan Low的牌力 他现在得到了一个两头卡顺 对手是轻易的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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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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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 Tam